今天外貿協會舉辦成立四十週年慶祝會 包括副總統蕭萬長 還有立法院長王金平 以及海基會董事長江炳坤等人 也都到場祝賀灌溉雲集 清賀花欄擺得滿滿 外貿協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 副總統蕭萬長特地前來道賀 並上台致辭 四十年來外貿協會 他做了很多的工作 外貿協會就是台灣 貿易的散步 他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沒有他 你這小孩子真的 你不會順利 不只是副總統蕭萬長 給貿協期許 立法院長王金平 海基會董事長江炳坤 也都到場 因為兩岸簽署EPFA協議後 辦官方機構的貿協 將渴望成為打頭陣 帶領列入早收清單的 台灣業者附中 對此工商業界也很支持 民間的意見 每個國家每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 我們跟對方的國家 我們做一個自由貿易 這樣的一個協定的時候 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就要去評估一下 那麼趕快促成 慶祝生日後 貿協即將在下禮拜前往天津辦理 2010年天津台灣名品博覽會 而這也是簽署EPFA後 第一個早期收穫清單業者 在中國的大型擴銷活動 米時新聞 全金黃俊玉台北報導